故小培,解架疗方,分析食物成分,疗效原因,等你食得放心又健康 自煙喉鹽,海帶洗乾淨,綠一綠之後拿出來,用白糖醃它兩天之後吃,每天三次,每次大概30克 什麼叫做鹽呢?鹽就是當免疫系統要出冰,出冰的動作就叫做發炎 鹽就是一個大包圍,即是說全部免疫系統的細胞都出動 比如說有一種細胞叫巨細細胞,它就是一個種子輝,它就會分泌一些叫做白界素 這些白界素就會刺激另一種免疫的細胞叫做淋巴細胞 淋巴細胞就是一些冰,那些叫做T殺手細胞 或者是分別的抗體,在敵人的表面轉孔 讓裡面的東西都漏出來,那些叫做B磷巴細胞 這個海帶裡面有一種成分叫做核組素,叫做Feciodin Feciodin就是這樣,它可以減少血管的內皮細胞 有一種東西叫Selectin 有時候發炎就是矯瘡過症,即是說太多免疫系統在攻擊中 反而會弄傷了一些組織 譬如說胃,胃就為發炎了 或者是煙喉發炎得太嚴重,反而會痛,會弄傷了一些組織 所以炎是有時候不能太過亂來的,譬如說有時候年紀大的人肺炎 或者是沙士的人肺發炎,就令沙士病人的肺炎是傷到纖維化了 所以這個海帶裡面的成分就不是助長的發炎 是要控制那個發炎,即是令它不像脫薑芝麻收不回 那麼它就減低那個免疫白戒數1,以及一種叫TNFα 就令到那個炎就不要反而好心做壞事,就破壞了一些組織 這個海帶就可以,譬如說 傷風或者是喉嚨感染之後,抗生素殺死了細菌 但是喉嚨很痛,就因為喉嚨發炎 這個時候就要關火,降低那個免疫系統,就用這個海帶湯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,如果喉嚨痛的時候 就不要經常用奇奇怪怪的偏方 有些可以,有些不可以